好,我們再看 我們現在從發電機的位置 Z等於0的prime Zprime等於0的地方 向這邊看 它的輸入阻抗Zi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式子 Zi就等於Z Z等於0就是這裡 或者是Zprime等於L 那就把剛剛這個值啊 Z就是等於0 Zprime就等於L 現在是Zprime嘛 我們就把L帶進來 這個就是Input Impedance Input Impedance 這也是很常用的 這個很常用 這個也常用 就發電機的區域來看 有線長的傳輸線的端點 這個地方 它看不到它了 它就覺得它這個地方會有一個Zi 這個Zi就是怎麼打 好,我們現在看這個 這個就是傳輸線的Generator這一部分 這是它的Input 傳輸線的Input 這是它的電壓 Generator的電壓的電壓 它的這個Facial Form 這是它的內組 這個就是Zi Zi它可以本來有一個 或者本來沒有它 這個就是從這裡看到線端去 Zi是這個字 就是我們剛剛說 你從這一端 看這有線長的傳輸線 它的輸入直看 好,我們可以算出這兩個來 我們先看這個 這個電流 電流就等於電壓 被這兩個串聯的主抗來除 電壓串聯主抗 那麼這一端的電壓就是Vi 它就在電流乘上Zi 這個比上這個是電流 乘上Zi我們就這麼寫 就可以算出來 由發電機輸送到輸入端的平均功率 就是這個地方是我們的發電機 做工就是它在做 它傳到這個地方的功率 我們可以用二分之一 Vi 甚至是ii的complex conjugate來算 這個地方是Z等於0 或者Z'等於L 然後 從這裡 輸入到 傳送到 terminal這個地方的 平均功率密度 平均功率 它就是等於二分之一 real VL 像是IL 那這個 我們可以畫成這樣子 我們剛剛畫過了 也跟剛剛畫的情況是一樣 這個就是VL平方 這就是ZL平方 那這兩個一除就是IL平方 等於這個字 然後如果是沒有耗損的傳輸線 那這個輸入端 它到輸入端的功率 輸送到輸出端沒有耗損 所以這兩個要相等 相等 沒有耗損就是用這 這兩個要相等 OK 好 現在我們再看 Match的這個傳輸線 當 負載的端抗 等於特性端抗的時候 我們發現 我們發現了 它輸入端抗也是Z0 也是Z0 不但是如此 你從這個地方 從這個地方看 任意位置的Z' 任意位置的主抗 都是Z0 就是Match 對不對 結果 隨便什麼位置的主抗 什麼位置的主抗 包括這個 通通是Z0 我們現在可以把這個帶進去看 本來是這個字 好 ZL等於Z0 ZL等於Z0 那這個分子分母都一樣 約掉的就是Z0 所以任意位置的主抗 都是Z0 這一點要記住 有時候在計算的時候 你記住這個就方便很多 這個結果就顯示 向正Z方向行徑的 電壓波跟電流波 沒有 就是Match的時候 它沒有反射波 這兩個波都沒有反射波 所以當有線上的傳輸線 是匹配的時候 它的電壓跟電流 電壓跟電流波 都跟這個線 延伸到無窮遠的時候是一樣 好 現在我們看 這是任意位置的電壓波 用Z來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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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假定說 ZL等於Z0 這兩個相等 那兩個Z0被二出 那就變成Z0 IL乘Z0 OK 那這個就可以化成 Exponential GammaZ 乘上Exponential 負GammaZ 好 這個是什麼 這個就是 好像說 這個波也是一種波 它是正的 真的就是朝負方向傳播的 負方向傳播 朝負方向傳播L遠處 負方向傳播L遠處 它的電流乘上這個 那就是VI 所以這個就等於Input Voltage 電流也是一樣 也是 當這個相等這項就沒有了 這項就沒有 就剩下這一項 就是這個字 所以Iz等於II 這個 Vz等於Viz 那就是說 它的Amplitude是等於這個 好像無線上的傳輸線 傳播的是一樣 好 現在我們看一個立體 內組是一個歐姆 就是ZG等於這個 斷路電壓VG 就是Generator 它的電壓是這個 的一個信號器 連結在50歐姆 4米長的無耗準傳輸線上 這50歐姆就代表R0 因為它是無耗準傳輸線 它Z0就代表R0 就是50歐姆 線長是4米 坡在原線傳播的速度 直到坡傳播的速度 是2.5乘10的八次方meter per second 這個時候它告訴你 線端的負載為匹配 意思就是說 ZL等於Z0 ZL等於R0 現在是R0 現在要求 任意位置Z的電壓跟電流的瞬間值 這是任意位置 還有負載電壓跟電流的瞬間值 這是任意位置 還有傳送到負載的平均功率 我們先把已知的條件都寫出來 VG 這個是Time Harmonic Form 我們寫成Facial Form 就是大小是0.3V 這是Omega T 它沒有 就是Initial Phase等於0 然後ZG等於RG 1歐姆 因為它1歐姆 就是內組 它只告訴你 它只是一個電組而已 然後Z0 對R0 50歐姆 Omega 是等於這個 2π 乘10的8次方個 Radiant Per Second Face Velocity 是這一項 還有線長 4米 現在我們要求 5號碳傳輸線上 電壓跟電流波 電壓跟電流波 就這個電流波 瞬間值 我們先看它的Facial Form 因為它是匹配 匹配就沒有反射波 全部是 全部是 好像入射波 那麼它又無號碳 所以Gamma就只等於Jβ 所以它就是等於這個 這個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你知道 可是根據我們剛剛講 匹配的傳輸線的話 V它就等於這個值 就是 VI 因為當中 任何一點的V 任何一點的Z都一樣 所以 它就是 這個值 VI 這個I0 I等於I0從上這個 這也是5號碳傳輸線 這也是5號碳傳輸線 沒有反射波 所以是matched 所以我們可以寫成這樣子 於是 我們就知道 II I就是這個 我們剛剛講過 Input這段的電流 它就等於 V 被串連的電阻來出 串連的阻抗來出 這個是0.3 ZG 1歐姆 Z050歐姆 算出來是這麼多安倍 VI 就是II乘Z0 這個 所以 輸入端的電壓跟電流 我們都求出來了 Beta Beta 因為你剛剛那時這個有Beta Beta是等於什麼 Omega over Vp Omega就是2π乘10的八次方 這是題目 上面有的 Face velocity也是它告訴我們 所以Beta就等於0.8π Radiant per second 所以 VZ 等於VI VI我們剛剛求出來了 Exponential Exponential -J 0.8π Beta 0.8π Z 單位是Volt 任意位置的電流 Ii乘上這個 Ii剛剛求出來了 那這個Beta 那這個Beta 這個0.8π 這個 這個是Facial form 這是任意位置的電壓跟電流的Facial form 那它的瞬間值就是Facial form 成算Exponential Jωt次方 取實數 那就是Real這個值 Real這個值的話 你可以把這兩個合併 所以它就變成0.294 Cos Omega T 2π 乘10的8次 這個漏掉一個10的8次方 這個漏掉一個10的8次方 再減掉0.8πZ 電流的瞬間值也是一樣 這個通通漏掉 這個大概從上面 直接複製過來所以漏掉 這個是Iz的值 那它也可以等於 這個值乘上cos Omega T -0.8πZ 這是任意位置的 電壓跟電流的time harmonic form 這是我們剛剛求出來的 現在要求負載電壓跟電流 這個 這個 負載 這個地方 負載這個地方的瞬間電壓 負載這個地方的瞬間電壓 這是L 那它的位置就是L等於4米 任意時刻的T 你就可以把這個裡頭的Z Z 代4米 Z代4米 0.8π 就是3.2π 這也是一樣 你就這個L等於Z 用4米來代 去cos值 就是這就是剛剛前面 可以 就是它的瞬間 它的time harmonic form乘上 不是它的這個face form乘 Exponential 借Omega T之方去時速 現在算它的功率 傳送到負載的功率 因為它沒有耗損 Z10 對於R20 就沒有耗損 它就等於這個 這個我們 是V V用這個 I START START就是把這個變成正了就好了 正了就好了 那一乘起來呢 這個乘這個等於1 就是這個乘這個 就是時速 0.87個 mini瓦 0.87個 mini瓦 這是這個立體 好 我們看摘藥3 我們前面講的 這有線長的傳輸線 是Vz跟Iz 任意位置的電壓跟電流 這是從 Z是從輸入段 從這個電源段來看的 好 我們寫成Z'的話 我們畫過 它可以寫成這樣子 這比較好記 然後它的任意位置的 impedence 就是這個字 就是這個字 好 那麼 在這個 我們說這是 輸入端 輸入端 輸入端就是Z等於0 或者Z'等於L 那你就把這個Z'等於L 那麼這個字 你看當 Match的時候 ZL等於Z0的時候 它任意位置的 任意位置的 它的impedence都等於Z0 這是發電機來看的 這個我們也看過 這個字 這個 就是輸入端 發電機送到輸入端的 平均功率 這個是輸送到負載的平均功率 這是功率守恆 這個圖我們是用這個圖來看 OK i VG被這個串連來出 vi就等於 ii 稱之上zi 這個我們 告訴各位 我們剛剛求的 這些很重要的一個項目 接著我們就看 有一種叫做四分之一波長的 變換器這個不要 波長 這個 這個傳指標 四分之一波長 的變換器 Porterweight Transformer 就是當五號水的傳輸線段 它的長度 是波長四分之一的奇數倍 L等於這個的時候 這四分之一波長 N是等於123 那BetaL呢 你把Beta用2Pi over Lamina 帶進去 它就等於2N-1 這個月的什麼二分之一Pi 好 Tangent的BetaL 那就是Tangent 2N-1 2分之一Pi 這就是正無窮大 或者是負無窮大 比如說你這是二分之一Pi的時候 正無窮大 你二分之三Pi的時候 就是負無窮大 所以它的Input Impedance 四分之一波長的 Input Impedance 那你就把這個帶進去 這個是無窮大 無窮大把這個提出來 約掉 這個就沒有了 就是這個 J跟J 約掉R0平方 所以Zi就是Input Impedance 這個是Load Impedance 這個是它的無窮 傳輸線 它的Characteristic Impedance 它就是一個電阻了 好 我們就得這個 這個叫做四分之一波長 變幻器 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這個線段 是四分之一波長的奇數倍 那你的負載是ZL的話 負載主抗是ZL 那馬上你就可以寫出Zi是等於這個東西 這個馬上就可以 你知道負載的主抗 馬上可以寫出輸入主抗 特別是負載主抗 是斷路的時候 斷路就是無窮大 輸入主抗就是0 就是短路 這個是斷路 這個就是短路 這個是短路 是0的話這就無窮大 線端是短路 那輸入端就是 看成是一種斷路 這個以後我們做的例題 就是說你們一般課本上這個習題 傳輸線的習題 大概線長 不是四分之一波長的奇數倍 就是二分之一波長的整數倍 所以這是四分之一波長變換器 四分之一波長變換器 這個結果顯示幾個重要 線長為四分之一波長 五號水傳輸線段 可以將負載主抗 轉變為輸入主抗 所以這個叫做一般稱為 四分之一波長 主抗的變換器 或者為transformer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線端如果是斷路 輸入端就是斷路 反正線端是斷路 輸入端就是斷路 因為 如果像這個 它是四分之一波長 輸入端如果是斷路的話 輸出端 不是在線端是短路 線端如果是斷路 輸入端的這個電壓就是斷路 這個時候 它的數值就是很高 就類似於斷路 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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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大 區域 斷路是最大支 斷路是最小支 這就是斷路 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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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起 中度 斷路 通常從這裡到這裡 這算是傳輸線的長度 四分之一波長 據說這是五號筍傳輸線 你看到沒有 是R0 Z0的R0 Gamma就是等於Jbta 你现在从这边来看 它除了本来有这个之外 再增加一个这个值 这个值就可以用这个编换器来看 所以你从这里看过去的话 如果这里有一个主抗 那就是这两个主抗的并联 好 再来我们就看 半波长无耗准传输线段的编换器 半波长 当你的线长传输线的长度是 二分之一波长的整数倍的时候 βL 就可以写成2π over lamina 乘上n lamina over 2 那这个tangent的这个就等于0 好 你带到这个里头去 这个是0 那就是20跟20约大就是这样 那就是说你线端是什么样的电阻 输入端就是怎么样的一个电阻 不是电阻 它的主抗 输入端就是怎么样的一个主抗 就是 它可以一成不变的把 负载端的主抗 变成输入端的主抗 这叫半波长转换器 有这个结果知道半波长 无耗准传输线 它能够一成不变的这样 负载主抗 变换成输入主抗 那它就是这样子的 二分之一破长 比如说 它原来有一个主抗 那这个时候这个主抗呢 就直接写到这里来 就多了这个负载主抗 多了一个这个 就这两个避免 如果半波长传输线段 是耗损的 不像我们前面画的是无耗损 一般没有这个关系 没有这个关系 没有二分之一变换器这个关系 除非怎么样 除非它是matched 除非是matched 就要记住 ZI等于这个字 如果ZL等于Z0 那ZI就等于ZL 如果ZL不等于Z0 这两个不相等 它就不等于它 它就不等于这个东西 这很显然 现在这个就是 我们刚刚讲的 四分之一传输线 这个变换过来 用这个式子 如果二分之一传输线 一层不变的变过来 现在我们说 有一种技巧就是 借助量测 传输线在段路跟短路时候的输入阻抗 可以算出这个线的特性阻抗 跟传播常数 你要求 你有一段传输线 你怎么知道它的特性阻抗 怎么知道它的传播常数是什么 它这里告诉你 一般输入阻抗 是等于这个 当线端是段路的时候 这个变成无穷大 ZL变成无穷大 这也是无穷大 提出来 提出来 那就是 这个就变成Z0 Z 这个变成无穷大的时候 ZL变成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无穷大 OK ZI0就是 这是段路 段路 段路的时候 就是这个线是段路的时候 它的输入阻抗 就等于 等于等于 这个是无穷大 提出无穷大出来 这个没有了 这个是无穷大 这个是无穷大 把这个提出来 这一项变成零 那就等于Z0 over这个 Z0 over这个字 这个没有了 这个没有了 就是ZL ZL 它这个值就变成Z0 成上 因为这一项 这一项子 这个无穷大 这些没有了 提出来 提出一个ZL 无穷大 这个就变成零了 这个提出一个ZL Tangent的 Tangent的这个 这个就变成零了 所以这就是ZL over ZL Tangent Gamma L 那就变成 Cotangent 这个字 Hyper-Cotangent 这个字 如果段路的时候 那就是这个等于零 这个等于零 那这个 就没有了 ZL跟ZL约到一项 ZL ZL Arc-Tangent Gamma L 好 有了这两个字 我们把这两个 这两个 乘起来 这个乘 Cotangent Arc-Cotangent Hyper-Bot-Cotangent 和Hyper-Bot-Tangent 乘起来 就变成一 这是ZL平方 所以Z0就等于这个字 所以你知道这两个 这两个乘起来开根号就是Z0 你知道这两个 Gamma值就可以知道 你看 你把这个 你把这个 我们可以求出这个 你看这个比上这个好了 这个比这个 这个比这个就是这个 这个比这个就等于Z0 Z0 这个比上这个 这个可以变成 Tangent的hyperbotic tangent平方分子 这个 是1 那么等于这个比上这个 所以这Gamma就等于L除过来 L这个 就是Uptangent的这个值 好 那现在我们 不论传输线是不是耗损 记住这个式子 都成立 都可以成立 那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题目 1.5公尺长 它告诉你这个比4分之1波三来得短 5号准床输线的输入端 测的断路及短路 断路电压是这个 断路电压是这个 就是你把这个传输线做出来 你把它的线端 断路 断路 你测它的输入端的阻抗 然后短路 也量它的输入端的阻抗 是这两个 现在你求 这个线 它的特性阻抗 跟它的传播场数 如果平度不变 求二倍持现长的短路阻抗 二倍长 但是现端是短路 它的输入端阻抗是什么 如果短路 现端 输入端可以视为短路 就是输出端 就是负载端 如果是短路的话 输入端可以看成短路 那么现长应该是多长 现在我们把这个字写出来 这个是open circuit 这个是short circuit 就是说你这一段传输线 你把线端open 然后量它的输入端 阻抗 把线端short 再量它的输入端的阻抗 是这个 量出来了 这两个是量出来的 现长是一米 好 求这个跟这个值 这个值就是等于这个 这两个相乘 这两个相乘开平方 是这么大 伽玛值 伽玛等于这个 L分之一 这个笔字 J 一双负J 这个J跟J约掉 这有个负1 负1我们就拿出来 就可以变成J 可以变成J 这就是负1 Uptangent Uptangent Hyperbolic Uptangent J 这个比上这个 但是我们可以用这个式子 如果 Hyperbolic 它是J 乘上某一个字的话 它就可以写成J 乘上Uptangent的这个字 所以这个 它有个J 对不对 乘上这个 在这个里头 这个J可以拿出来 在这里 那就把这个变成Uptangent 这两个相乘 这个字 那我们就 你把这个查出来 比一比 它就等于J 0.628个 Radius permeter 这就是它的 传播场数 第二个 如果频率不变 就两倍现长的 Short circuit Input 就是这线 频率不改变 现长增加两倍 两倍 原来的两倍 它把 线端是 Short circuit 线端短路 这个时候 这个值 还是带这个公式 带这个公式 好 那现在ZL是0 对不对 0 好 这个一约 它就变成Z0 Hyperbolic Tangent的Gamma L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求出来 它是等于Z0 Hyperbolic 现在我们 看看这个值 Is就等于这个 我们现在算这个值 Gamma乘L Gamma值 我们刚刚算出来了 因为你的频率不改变 频率不改变 其他的就跟现长 没有关系 所以Gamma值就是这个值 L prime 两倍 本来是1.5公尺 现在变成3公尺 所以这个乘出来 就是等于 这么大 Hyperbolic Tangent这个值 它就等于 这是75 Hyperbolic Tangent 你可以把G拿出来 变成Tangent的这个值 所以 它就变成 这个查出来是 这就Radian表示 我们现在用度来表示 是这个值 好 这个Tangent的108度 是第二向线 它是这个值 成上这个 就变成 负 接 二三 一个 欧姆 因为这个是 纯的 虚数 纯虚数就是说 它如果正的话 它就是代表 敢抗 负的话 就是容抗 这是容抗 如果短路的线端 在输入端 可以视为 断路 那就说ZL等于0的时候 ZI等于无穷大 那这就是什么 满足四分之一波长 逐端变化机的条件 所以我们需要一条线 是四分之一波长 的整数倍 L就等于这个值 好 波长 等于2π over β 然后二分之一 2n减一 四分之一 波长 2π over 0.628 β值 好 这个算出来 它就在2.5 乘2n减一 那这个n是等于 123456 n等于这个的时候 这个长度都可以 就是 线端是短路 输入端就可以 视为短路 你是这么长都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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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